近日有網民發現住所的浪衫架經建外賣紙袋 懷疑樓上有住客疑似吃完外賣之後 將垃圾和外賣紙袋丟出窗外 剛剛跌在自己的浪衫架上 樓主通知大廈保安和發貼公開樓上住客的缺德行為 有眼利網民認出事發地點在某屋邨 只涉事住客行為除缺乏公德心 更可能違反屋邨扣分制 所以不少網民都支持樓主通報事件 有紙袋上有單據 如果有心找的話 一定走不掉 另外有網民擔心未來垃圾徵費時 同類事情會增加 根據房儲資料 屋邨管理扣分制涵蓋28項不當行為 如果公屋或中轉屋住戶 在兩年內累積被扣達16分 它的租約或暫準證就會被終止 而扣分制裏 亂炮垃圾等行為都會被扣7分 大家都不要亂來啦